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要达成的行为习惯进行自我负责的这样的一个内在确定 有点类似于NRP的新毛的作用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工具包做成了几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明确一下目标 明确我们达成目标的周期 比如说很多客户习惯性用一年作为目标 也有很多的目标确实是需要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才可能达成 所以我们假设这个客户他是以一年为目标 也就是说一年之内他会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经常去给一些朋友去讲课 在讲课的时候呢 大家在课堂的时候 可能由于他的一些冲动呢 兴奋呢 他就可能想成为一个老师 成为一个导师 所以呢 我们也经常有同学说我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老师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导师 那个时候他可能是一个一线的这种兴奋和激动造成的 那回去之后可能就一个月之后 两个月顶多三个月他就忘记了 那我们如何更好的支持他成为一个老师 或者说成为一个导师 这个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工具去帮他去促进 他在一年之内成为一个 假设是成为一个企业的内训师 成为一个企业的优秀的内训师 那他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话 我们就第一步就是要清晰他这个目标和实现 就是他要成为一个企业的内训师 然后呢 要是要在一年之内达成 这个是他的目标 第二个呢 我们第二步呢 我们就让他闭上眼睛去感觉一下他的状态 感觉一下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内训师 就是企业内训师之后他的状态是什么 我们前面也有做过这样的类似的工具练习 就是让他在他内在的视觉里面 和内在的感觉里面和内在的听觉里面 也就是AVK的这三个环节上都让他产生一个具体的感受 让他产生一个视像甚至声音 让他去想像他在一年之后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内训师之后 他的整个的画面是什么 他最终呈现出的画面是什么 他在头脑中能够呈现出的画面是什么 然后他的感觉是什么 他他身边有什么样的人 他听到了什么样的声音 这些都是对他内管关进行刺激的一些方法 让他进一步确认他这个目标 当他能够更好的去确认他这个目标的时候 其实他才可能去更好的去行动 因为其实我们去行动的时候 才可能带来结果 而我们有了目标之后 有了有了梦想之后 有了愿景之后 我们才可能去行动 我们只有去想到才可能去做 只有去做才可能去做到 所以他是起到这样的一个 成上旗下和梦想和愿景和目标关联的一个作用 当然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是以一年目标为界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所以我们就可以让他去描述这样的一个句子 就是我对我一年之后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内衅士负责 让他对他的这个未来去负责 负起责任 当然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对自己的未来去负责 只是在负责的过程中 可能因为我们的懒惰 因为我们的动力不持久 因为我们的环境的冲击 因为外在的影响 所以可能让我们偏离我们的那个目标 或者最偏离我们最初的那个想法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更需要我们强有力的这种教练的支持 所以在这个环节上 我们要帮他去理出一句话 让他去在内在内心里面 内在的地图里面更深刻的感受到 他对他自己的未来负责 他要对他自己的目标负责 其实也只有他才能对他的目标进行负责 所以这句话也可以更长一点 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状况 客户的情况 还有一些他特殊的背景 结合一些其他的信息进来 那我们刚才说 我要对我负责 我对我未来成为一名优秀的 企业内训师负责 这个地方加了一个形容词 他还可以加别的 比如说我对我未来成为一个优秀的 企业内训师负责 我对我未来在企业内训这个领域里面 取得更大的成就负责 我对我成为一个在企业内训里面 有影响力的培训师负责 这个都是可以深化的 就是我们让这句话让他更有感觉 让我们的客户更有感觉 这是最重要的 也是最根本的部分 当我们理清这个步骤之后 我们就让他把这句话说出来 重复出来 把这句话 让他跟着我们一起重复出来 因为这个理的过程 可能是我们跟他一起去理 有一些他要加进来的 有一些我们为了激发他 把他加进来的 把他说出来 说出来之后呢 我们第五步呢 就到他可以闭上眼睛 让他闭上眼睛去把这句话说出来 让他边说的时候去边建立内在感受 有点像我们愿景那个部分 就是让他有视觉的画面 让他有内心的感受和感触 我们所有的利用内在事项的这个部分 都和我们那个愿景练习有关系 就是听觉的部分 视觉的部分和感觉的部分 全都要调动起来 这样呢 不单单把这个部分调动起来 我们还要使用周边的环境 如果是在一个相对公开的场合 也就是说除了你和客户之外 还有其他的人 那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客户 跟更多的人去展现这个部分 去确定这个部分 如果即使是你们两个人 那你也可以让他 把这句话在闭上眼睛说出来的时候 让他的视觉和感觉 都有了这个画面和感受之后 才停止下来 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的时间 会长一点没关系 不在意这个时间 我们更重要的是 让他建立起感受 这个才是根本 才是最最重要的部分 让他有产生画面 产生感受和这句话 让他这三者建立关联 如果有外在的环境支持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往下 让他在外在的环境面前 去给自己更多的这样的 确认 给自己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确定 就是他要对他的未来负责的 这样的一个确定 他要对他自己去实现目标 去负责的这样的一个确定 在他闭上眼睛确定完了之后 他的画面可以很清晰了 他的感受也很清楚之后 我们就让他睁开眼睛再确认 让他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也能够产生画面 当他说对他未来成为一名 优秀的企业练习师负责的时候 他那个画面就呈现出来 比如说有一个穿着唐装的一个人 站在一个千人的演讲台上 跟几千人在分享 在进行企业的这种管理的这种培训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场景 那他就可以去强化这个部分 其实当人真的想象到一部分 事项的时候 对于这个人后续的行为 会起到非常好的激励的作用 这个也是关于我们负责的 这样的一个小的工具 能够去激励和鞭策 他后续的行为的重要的原理 当他睁开眼睛之后 他依然能够确定 然后依然能够有视觉画面 依然能够有感觉的时候 我们这个过程就基本上结束了 当然如果环境允许的时候 也就是说还有很多周边的人的时候 我们甚至可以让他站在椅子上 站在桌子上 然后也可以把它录成视频 让他自己回过头来去看一看 自己的那个状态 可能他有的时候 人处在一个相对理性状态的时候 他觉得那很可笑 这个时候代表着什么 我们就需要下一轮的 对他进行一个激励 当他觉得他的这个行为 很可笑的时候 代表着他在否定他的这个确定 当他去否定他这个确定的时候 那个激励效果 就到了边缘的状态 当他到了边缘状态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新的激励手段 以及新的支持的通路 去进一步的去促进他 去支持他 很好的帮助他 我记得有一次 在我的课堂上有一个同学 我们当时在做这样的练习 就是做我负责这个练习 后来他站在椅子上面 然后在在这个歇斯底里的状态下 在高声的呐喊我负责 当时大家的感受其实是非常好 他自己的感受其实是更好的 后来他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 他就好像我们的宣传人员 把这段视频放到网上 他就他就特别气愤找到我 特别愤怒 说这个这个形象有损于他的形象 因为他是一个地势的一个党校的副教授 当时应该是四十出头的这样的一个年龄了 所以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两个在网上 一开始是电话 后来我在处理一个什么事情 就在网上跟他聊这个部分 当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之后 其实我和他之间的关系 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变化 后来我的所有的教练的课程 他都参与进来 都跟着一起去学习 并且现在真的成为一个 非常优秀的社会的企业层面的一个讲师 因为原来他在党校里面 党校也是老师啊 教授啊 他还在讲课 然后讲一些这个党的层面的一些课程 然后这几年陆陆续续的这个 也在给一些企业讲课 甚至去到乡乡里面去讲课啊 给一些这个乡乡里面的这个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在讲课 其实回过头来去想一想 我们坐下来去聊天的时候 他想起那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给他带来两个非常重要的效果 第一个效果就是 他真的走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讲课的一个道路 一个企业讲课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因为他本身是个老师啊 另外一个道路 因为这件事情也其实开启了我们两个 建立了更好的这样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过程 后来我很多课程都请他去帮我去做助教啊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不请他 他自己也会找上门来说 这个课能不能让我去做助教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事件 甚至是在那个整个过程的练习里面 就是十几分钟的事件 在他看来其实是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 改变了他的生命的航向吧 现在在他那个所在的地势 还有一些周边的地方 蛮有影响力的一个 我们在去改变的时候 每个人在去改变的时候 都会碰到很不舒服的时候 都会碰到不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处在一个不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上 当我们去发生变化的时候 其实往往会让我们处在不舒适的这个区域里面去 因为我们的行为和能力之间 它需要一个内化的一个过程 这个内化的过程我们通常把它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没意识 没能力的这个阶段 就是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是不是知道 或者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掌握不掌握 有没有掌握这个能力 这个叫做没意识没能力的阶段 而第二个阶段呢 叫做有意识没能力的阶段 任何技能的从一个行为被训练成技能 或者是开发成技能 或者说内化成技能 都会经历这样四个阶段 当我们处在一个有意识没能力的阶段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有意识去做这件事情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去学驾照啊 真正后来拿到驾照去开车的人 你问他们 你说你在踩刹车或者踩油门的时候 有没有想 有没有想过你此时要踩刹车或者踩油门 真正开过熟练程度很高的人啊 就开车开 通常一年以上的人 基本上都到这个状态了 有很多人半年 就是其实它是 它是无意识的一个状态 然后自动化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到第四个层面 我们还说第二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是说有意识 我们刚刚开始学的时候说 我学的时候是学的这个C1的驾照 C1的驾照是这个就是带离合的那个车啊 就是我什么时候去踩这个离合 什么时候去踩刹车 什么时候加油 什么时候挂档 这个时候都要通过我们的意识去思考 我要想这个步骤 比如说考试的时候 考科目二的时候就开始 开始想我是往右打轮怎么打 然后我怎么踩刹车怎么踩油门 这个是你有意识 但是没有能力的一个状态 就是会很辛苦 当然会很不舒服 这个过程是非常不舒服的一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也是学习最多的一个过程 不管我们是学车考驾照 还是学习一些常规的知识 学习教练技术 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都需要经历这样的过程 这样我们才可能到第三个阶段 叫做有意识有能力的阶段 就是我们有意识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的能力也达到了一个程度 也达到了一个程度 但是还不够这个 你要想去这个有效果 或者是有结果 还需要全力以赴的去努力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上 有意识去做 然后也有能力 有些层面也能达到 一些基本的能力层次 这个阶段 就是一个 这个时候人很容易膨胀 说我很牛 我很了不起 你看我可以做这个 我可以支持这样的客户 去达成他的目标 这个就是第三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 叫无意识有能力的阶段 也就是我们说的内化阶段 其实我们的行为到能力 就是要经历这样四个阶段 来完成的 我们作为教练来讲 支持客户去让他从一个行为 养成习惯 从习惯内化 内化到他内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从行为到能力 是需要一个有习惯内化的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我们支持客户去发展他自己 去达成他的目标 经常会支持客户去达成某种能力 当他达成某种能力的时候 他目标的实现才会更加的有动力 他才会更加的自信 当他更加的自信的时候 他实现这个目标的这个成功的几率 才会更高 所以我们要判断一个客户的一个能力 他所处的阶段是在什么上面 他在什么阶段上 如果说他在一个有意识无能力的阶段上 那我们要怎么支持他 他在有意识有能力的阶段上 我们要怎么支持他 然后他在这个无意识无能力的阶段上 我们要怎么挖掘他 这都是我们去教练的切入点 我们从哪个点去切进去 然后去有效的支持他 我们回到我负责的这个工具包里面 我们刚刚的这个练习的过程 其实往往是在第一个阶段 也有的一些时候 可能是在支持客户的过程中 他突然有了新的想法 有了新的目标 这个时候我们要调整 我们的共识目标的过程中 可能使用这样的方法 即使不是一个目标层面的一个部分 仅仅是帮他去调整一个状态 我们也完全可以使用这样的方法去做 就是让他有这个听觉的部分 视觉的部分和感觉的部分 全都被激活起来 这样我们就会调动他 就是如果用我们那四个能力的四个层次来看的话 它是从无意识无能力到有意识无能力的阶段 后面还要走两个阶段 我们不是说做完这个就完事 不是说做完这个步骤就完事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教练之前 要跟客户达成目标的共识呢 就是达成目标的共识之后 你才会更加好的更加有效的 把教练的环节和步骤设计出来 当你把教练的环节和步骤设计清楚之后 你才会更好的把教练的环节放在每个教练的时段上 当你放在每个教练时段的时候 你才能在这个时段上做更深入的挖掘 同时其实我们也是在等待客户发展的一个过程 因为只有他去发展 只有他去行动 只有他去做 他才会有新的可能的问题和挑战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在下一个阶段上 才会有下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规划设置完了一个教练周期之后 我们可能第三次碰到客户的时候 会问他 今天我们谈点什么呢 你最近有什么样的挑战 或者是困惑吗 或者说我们原来有一个计划 在这个阶段上我要去支持他 去改变他的这个 要支持他去改变他行为当中的一个小的环节 而在这个之前我们还没有进入到这个环节的时候 突然发现他有一个新的挑战 那我们有可能要解决他新的挑战 所以在教练的这个次数上 教练的这个每一次的这个对话上 我们已经建立起这个教练关系 然后我们已经推进了一次或者两次之后 我们跟客户谈的话题就是 今天我们要谈点什么 今天我们有什么挑战 今天我们有什么困惑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我们的进展 继续按照我们的整个规划 大的规划目标去进展 所以其实我们即使有的时候规划六次 就是特别是个人买单的这个部分 如果是企业买单的可能他给你六次就是六次 他轻易不会增加 除非这个客户去申请 比如说他是一个高管 他可能说这个六次不够 我们可能要加三次 这个是有可能的 一般的情况下 企业买单的都是固定的 就这个人是六次 这个人是八次 那个人十次 都基本上是固定下来的 就不会中间去调整 中间去调整有没有 这可能有 对于我们来讲也是OK的 它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个就是我们CNL工具包的 关于我负责的部分 也是其实是我们自我负责 这个责任心 这个心态的一个延续的一个工具包 它是一个去推动我们客户 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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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